大家好 我是邝菜 我现在在上海的云南路 云南路上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炸猪排 据说味道相当给力 现在我导断去试一下 好多人在排队啊 先买再去排队是吧 我要一块猪排 我要一块猪排 这些都在这儿 来小区这里买 阿宝是在这边买 小区这边先买单 这个酱油给我另外装吧 另外装 你要装的是啥 炸爆炸猪排 打包吗是吧 打包 这糖味料有另外装的 看这另外装的 来看一下我刚买的炸猪排啊 十二块钱一块 他给切开了 然后配了一个应该是辣酱油啊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啊 来试一下 他这个炸猪排是比较薄的这种啊 并不是特别厚的那种 虽然这个猪排比较薄 但是他吃起来里面并不会柴 外面是裹了一个面包糠 外面脆脆的 外面脆脆的 里面虽然没有太多的汁水 但是也不会发硬 再来一块啊 这块是靠边上的 带骨头的那块 所以这块就比较厚啦 看起来比较厚 看到了吗 有骨头 厚的吃起来就比那个薄的口感要好很多啊 炸猪排还是要厚一点好吃啊 很多人在那排队 但其实他的速度还挺快的 一个专门在那炸捞 一个专门在那切 还有一个专门负责收钱 他那一口口我看你一吃就炸个两到三块 然后炸的速度就非常的快了 这也是一家在这边开了非常多年的 小摊啊 这应该算小摊嘛 小店 吃其他小吃可能 可以堂食 然后买炸猪排的话 就是你只能带走 对只能打包带走 开了将近三十年了啊 十二块钱一块 对比价格的话 这个猪排算是还可以的 因为好吃的猪排 其实要厚一点 然后才会外脆你 那里面有汁水 但是那种一般要二十几块 到三十几块一块猪排啊 十二块钱 这个品质我觉得是还不错的